代表纳六州的美国国会参议员陆天娜 在星期日宣布正式展开2020年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 争取民主党的总统候选提名 在明年大选当中挑战特朗普总统 陆天娜在星期日早上正式展开竞选活动 但她并没有发表重大演说 而是透过一段视频提出一个问题 勇敢能否获胜 陆天娜在视频当中指出了她在竞选期间将关注的问题 包括全民医疗保健、枪械管制和绿色申政 另一名资深国会参议员 将会在下星期在纽约市的特朗普国际酒店门外 发表首次重要演说 陆天娜加入了一大批目前有意参选总统的民主党候选人 当中有她在参议院内的女性同僚 包括参议员伊莉莎白·欧伦 艾米·克罗布查尔和卡玛拉·哈利斯 以及代表夏威尔州的国会女众议员塔尔西·加巴德 陆天娜在2009年被委任担任国会参议员 填补当时希拉尼·哈勒顿担任美国国务卿后腾出的席位 自此之后陆天娜赢得三次选举连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姬芬节目应该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